中秋节是吃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不吃月饼是要记住的 结果呢大塞车 大塞车的结果十个小时才回到故乡 没想到过完中秋节 单日的新增的这个病例啊 确诊病例飙升纪录 原本是两千多例而已哦 现在到多少例呢 已经超越了三千例了 是不是很可怕 疫情就影响到我们刚刚说的晶片 因为疫情的影响 Delta疫情的影响 哪个国家的Delta疫情非常的严重 它可能没有办法施工嘛 就是没有办法就代工 没有办法就是扩厂 这个都非常的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刚刚为什么 他说这已经是公关卫生问题了 这已经是产业面的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只是锻炼的问题了 那在过了一个中秋假期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大家都是去筛检 为什么呢 24号就是前几天 单日因为他们放了五天的廉价 他们的新增病例来到了2434例 创下南韩去年1月20号以来报告 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以来最高的记录 如果说是最高的记录的话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 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还没有筛检出来嘛 就是现在可能中秋节过后 大家群聚的关系 单日的新增 南韩的这个政府表示 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恐怕是 已经超过了3000例 因为7月初就开始 第四波南韩的这个大流行 就是这个COVID-19的大流行 已经将近三个月了 虽然好像在中间 7月中的时候有稍稍的缓解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趋缓的现象 单日的这个新增确诊病例 从7月7号开始到现在 已经连续80天都在四位数 而且从2000到3000楼 中秋节过后已经到3000例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防疫这个防控的这个网啊 这个患者人数越来越增加 南韩政府也是非常非常关心 而且近四周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近四周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明的这个 途径的这个比例持续上升 逼近40% 等于是说我传染给你 你传染给我 不知道找不到案例 问号 到底是那个找不到就是 像我们现在台湾还有可能 谁传给谁 但是现在这一个月以来 9月份以来 你知道吗 不只他们的Delta病途 是98 99%以上 然后年轻人中标的很多 然后首尔市区的中心的是最多的 现在呢 他不明的病例持续上升 攀升到40% 我们看一下CG的数字好不好 过完中秋节 这个韩国的单日新增 比例飙升的记录有多可怕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CG图表吗 好 那CG图表还没出来之前 我又先跟大家讲一下 在7月7号以来呢 连续80天保持在四位数字头以上 一直在上升当中 中秋五天年假结束之后呢 近四周新增的确诊病例 就像我刚刚讲的感染途径 问号不明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比重是持续的一直在上升 韩国政府呢是表示说 如果度过了中秋节 回廉价五天的假期之后啊 这个警觉心跟防御心又降低了 再加上他们中秋节嘛 他们会 他们其实没有像我们 有隔板这样子吃饭 你知道吗 他们还是像我的韩国庆古朋友 庆古就是朋友的意思 他说他们是有就是 比如说六点以下有宵禁啊 或者是说四人不能 四个人不能一起 超过四个人以上不能一起聚餐 但是并没有隔板 对 然后他们也会共识 大家应该知道 虽然现在他们应该是有公块母持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中秋节是他们的大日子 他们回去之后 不免会有群聚的情形发生 所以疫情才会到三千人这么多 所以南韩政府自己说了 确诊病例在短期之内 真的真的是有可能再增加 而且呢这个新增的这个 目前韩国的国内 Delta变异的病足度 其实已经占了98.5% 接近99%了 而且受到韩国疫情的影响 韩元对这个美元盘中的贬值 在上周五 这个星期五啦 这个星期五 因为周秋节刚过 这个星期五 其实是贬值的 经济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疫情受到影响的话 对于他们的晶圆代工 甚至说就是扩厂 或者是晶片荒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呢 刚刚我忘了提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Tesla 晶片荒的这个部分 Tesla其实已经把 他们的这个晶片 给了这个三星 本来是台积电要抢到的 结果没想到 南韩的三星抢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